看到是关心单亲家庭孩童 洛杉矶的非营利组织 儿童一养村 帮助了更多的妇女还有幼童 走出了家暴阴影 基金会创办人兼南加州家庭 法律师蒋佩芳 自己再次举办了筹款活动 希望鼓励社会大众来支持公益 不管是坐在汤马市小火车 还是脸上彩绘 化成漂亮的小公主 全场大人小孩都好开心 因为知名家庭法律师 奖配方复制庆祝儿子生日 更重要的是 教导孩子发挥爱心 支持社区公益 因为今年我儿子的生日 我们想说 我要他认为他的生日 是一个可以帮助更多社会的 更多的小孩子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算是个 很幸运的小孩子 当然我们大家今天可以来这边 我们都是很幸运的人 我们才能继续有这个能力 去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明白我们有一个责任 《好诗篇》说 两人比一人更好 所以当人们一起来 我们可以确保 那些人比较幸运的人 唱谈迈入第二年的 儿童一养春 奖配方不只协助 担心家庭儿童生存与教育 未来更要把焦点 扩大到低收入户家庭 以大家来 大家出力出钱 出发爱心 我们大家可以再把这个钱 给专门是做慈善会的人 去做更大的事情 我们认识是困难的问题 但我们也认识是 保护家庭儿童生存与 和家庭儿童生存与 所以他们做的建议 但我们做的装备 这帮助他们 可以帮回家庭儿童生存与 保护家庭儿童生存与 鼓励在美华人一起来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儿童一养春不只要帮助 社会弱势族群 未来更要持续行动 成为下一代的最佳凯模 以上是通知新闻 彭迪 罗瑞玲 在洛杉矶的餐饮报道